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掀开讲义 第三面 第四行看起 把等虚空界无不住过发无边性 前面一条是发广大性 这一条呢 使发无边性 无边际 意思很接近 那么前面一条呢 释迦 变法界著佛场 这一条折衷在无不住 无不住就是无住 无住身心 这一句 在我们 反复 概念当中 处处 都有住 有这个概念 住实在讲呢 就是住 佛家常讲 住相 我们能不能真的有所住呢 如果 如果对于 宇宙人生的真相 明白了 了解了 才晓得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佛在 佛在《楞严经》里面说的好 他老人家讲这个四十真相 说 荡处出生 随处灭尽 《楞严经》上 他这个讲法 给《金刚经》里面所说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也如电 是一个意思 说明 一切法 都不可得 哪里有所住 只是当初出生 这个意思很难懂 为什么会出生 为什么会灭尽 那么佛给我们说 这个现象 叫《云生法》 为什么会出生 《云》 《云》 《云》聚则生 《云》散则灭 《云》 实在说 是非常的短暂 刹那生灭 佛在经上 实在讲 只给我们说了这么个原则 让我们去体会 实际上 这个生灭时间之短 无法想象 所以佛经用不可思议 这一句来形容很恰当 没有办法了去思维 也没有办法了去说明 换一句话说 言语是有近的 也就是它有范围的 思维也是有范围的 而事实真相超越我们言语思维的范围 叫不可思议 那么佛给我们说的这个概略的状况 我们还是能够思议 但是这不是实际 我们要从佛所说的细心去体会 你才能得到真实 你才能够体会到实相 所以诸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实在讲它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而已 绝非事实 但是我们凡夫被这个观念迷惑了 被这个观念障碍了 障碍了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 障碍了自信本具的能 这个错误使我们的损失太大太大了 所以佛在般若经上教我们 应无所住 身心就是发心 发什么心 发帮助一切 没有觉悟众生那个心 去前面讲的 这个无浊心 广大心 无边心 后面无苟心 亲近心 大智心 佛在经上说的都我 那么我们修修大臣 我们把佛所说的 把它归纳 为什么呢 越简单 这个纲领 越简单 我们越得所有 所以佛把所有一切的发心 归纳成一个菩提心 全都是菩提心 不过是菩提心的细说 方方面面来解释 那么我通常在讲习当中 把它归成五个 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正确心 慈悲心 比较好记忆 这就是菩提心 圆圆满满的菩提心 广大心 无边心 都是在平等心里头 都归在平等了 平等就没有边际了 前面经文上给我们讲 但虚空间 菩提心要是从字面上来讲 菩提是凡语 翻成中国意思觉悟 我 中文里面所讲的大彻大悟 明心尽心 所以称为大菩提心 这个心就是真心 就是本性 一切众生过过具足 没有例外 是我们自己的真心 真心多大呢 等于虚空界 虚空界有多大 我们的真心体向作用 就有多大 你要问为什么 《华严经》上讲得好 虚空发界 过途众生 这个过途讲是诸佛刹土 众生 就是众缘活活而生起的现象 无量无边 它的根源是什么呢 为心所信 为时所变 是我们自己真心 变现出来的呀 现在哪里 中文娱乐里面记得很多 这是祖师大德 测验学生 往往提出 这个问题来 在哪里 学生回答的不一样 但是都被老师肯定 在哪里略举一个例子 他无所不在嘛 这就让你真正认识 能变跟所变 能变的是心 所变的是虚空发界 过途众生 所变的呀 能变跟所变的是一不是二啊 这个离很深 确实很不容易懂 平手过丝很聪明 他在宫廷里面 跟帝王 说明这个现象 他用精跟气做比喻 一精做气 气气接近 精是能造 气呢 是所造 我们用黄金 做这么一个茶杯 这茶杯是气 用黄金做 别问 金在哪里呢 这就是啊 精就是气 气就是精啊 我们今天到银楼里面去看 看这个黄金做的这些气鸣 几千种几万种啊 都不一样啊 所以 所变的不一样 变虚空 变发界 变无量无变的星球 变许许多多的众生 但是统统是心变的 心在哪里啊 哪有法不是心呢 所以真正觉悟过来了 随便念一法 就是 为什么会变这么多呢 那是 为时 为时所变 为心所信 时是心 今天讲的话 心理作用 我们每个人 心是一样的 但是每个人 那个心起作用 不一样 因此 变的发界 就不相同了 所以 心的体 心的量 心的作用 确确实实 但虚空解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无无不住 怎么能住在 一个境界上 住在这个一个境界上 那个境界有没有 这个事情 无关迷雾 迷 是这个样子 觉悟 还是这个样子 不管迷雾 这才叫 四十真相 因此 觉悟了之后 他的心量 跟虚空发现平等 无量无便 绝对不会有两个心 厚此不彼 没有这个道理 确定是平等的 可是在事实上 我们又似乎感觉到 佛菩萨的心不平等 好像保佑这个人 没有保佑那个人 这个现象 存在不存在 存在 是有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怎么产生的呢 不是从心产生的 从实产生的 心 心 确定平等 就像我们 这个电视荧幕 现象一样 心是现象 确定平等 那画面上 那各各不相同 那是实的作用 注意 从这个比喻 细心去体会 这个就像 硬光法师所说的 一份沉浸 得一份利益 两份沉浸 得两份利益 十份沉浸 得十份利益 佛的加持 是平等的 众生得利益 不平等 这是四世真相 不能怪佛 佛不会有平心 我们要知道 佛心真的是平等 而是我们的心不平等 我们有分别 有知主 有妄想 那么什么叫 一份沉浸 什么叫沉 什么叫浸 沉跟静 还分等级吗 是确实分等级 这个等级 反而是从 分别执着里头 变现出来的 离开分别执着 沉浸 是平等的 只要有分别执着 就不平等了 所以主持讲 一份两份 讲十份 做这个比喻 换一句话说 通通都是 分别执着造成的 差别现象 我们说佛 如何其如 佛的境界 这是法华经上讲的 开始误入佛之之间 佛的之间 就是佛的境界 换一句话说 死是真相 我们要怎样 能够真正彻底 明了宇宙人生真相 这个就是 若佛之间 那么我们先要晓得 我们为什么 不能够理解 死是真相 什么原因造成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原因消除 真相就大败了 道理就在此地 佛在大臣经教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何以不明呢 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 造成了障碍 今天科学家跟我们说 不同空间为次 实在讲 他这种说法 跟我们佛法里面讲的 这个不同的法界 是一个意思 但是他不知道 这个不同空间为次 是怎么造成的 他不想的 佛格我们讲 妄想分别执着 造成的 那么要怎样突破呢 你明白这个 他的行程 你就容易突破了 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空间为次就没有了 就是一阵法界了 就是一阵法界了 这个理论非常接近 一阵法界 他能不能欺辱呢 很难 为什么呢 用思维 用研究 没有办法突破 思维 思维研究 他还是用的 分别执着 妄想 这个东西是 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 妄想分别执着 决定不能够突破了 所以佛法 实在讲 相当高明啊 不仅仅是禅宗教人 立心意识参 心意识 心就是妄想 这个心是妄想 不是真心 法相宗里面讲的 八识 八识是心 这是心 不是真心 你要离谁离他了 立妄想 意 意识执着 莫那识是执着 识 第六意识分别 这参禅怎么参 立妄想分别执着 就叫做参禅 参禅不必天天打足 一切识 一切出 我们六根 接触六成境界 只要立妄想分别执着 那就是禅 那就是定 所以高级的禅定 行住作物都是定 大臣经上 佛的形容 那且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一切实 一切出 一切活动当中 都在这 为什么 他没有分别 没有妄想 没止处 这种定 楞严经里面叫做 守楞严大定 就是自信本定 你本来就是这样的 现在 现在你迷了 迷失了真心 真心本来是不动的 像水一样 水本来是平静的 你现在震动了 震动它就起波浪了 波就是水 水就是波 但是我们讲水是静态的 讲波是动态 你又不晓得 动静业如 动静波二 什么叫业如 什么叫波二 离开妄想分别之处 动静一如 动静波二 你就见到了 你就体会到了 那是真正的受用 所以心量要大 心量没有边际 这个边就是界限 那我们用今天最简单的话来说 是佛的人 对待一切众生 不能分界限 换一句话说 不可以分 过土的界限 你是这一个过的人 他是那一个过的人 不能分 族群的界限 像中国 我们是这个汉族 他是藏族 他是盟族 他是满族 那你就有边际了 无边心 不分 没有界限 也不分 宗教 离开一切分别执着 一切众生 一家人 我们跟一切众生 相处 清净心献献 平等心献献 真诚心献献 大慈悲心献献 真正的相亲相爱 互相尊重 互相协助 互助合作 这个世间多美满 那么由此可知 有边际的心 有界限的心 是谜 没有真正觉悟 那不是菩提心 无边心是菩提心 心量小不是菩提心 广大心是菩提心 这一句叫 有界限的 不是菩提心 无界限的是菩提心 主要记住 菩提心是我们的真心 菩提心是我们的本性 特别是修学 大乘佛法 我们进途中 这一般人讲 最方便的了 最稳当的了 但是 为什么念佛的人 那么多 不能够高兴 原因在哪里 我们要知道 他没有发菩提心 只是会念佛 念佛念得很勤 念得不错 但是佛在无量寿经 告诉我们往生的条件 使发菩提心 使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他一向专念做到了 发菩提心 没做到 心胸 还是那么下小 佛念得再好 到最后不能往生 这一种事情 这是事实 我们不要看别人 我们自己就是啊 怎么知道自己就是呢 我们从佛经 这个教会 里面细细去体会 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学 每一个人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都修这个法门 所以你对于尽忠的 这个善根非常深厚 过去生中 不知道学了多少次 现在一遇到就生欢喜心 又遇到了 那么过去生中修学 那么多次 你为什么没往生呢 就在这里俗活了 知道念佛 不晓得发菩提心 念得再好 这两句做到一句 打分数 你只能满分也是五十分 还是不及格 所以诸位同修一定要记住 要想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发菩提心 因为他是大臣 你看在《静夜三福》里面 第三句 头一句话说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读诵大臣 劝尽行者 这一句都重要 华眼睛 好 分量大了 讲得详细 那什么叫菩提心呢 我们从前面一直念下来 大悲心是菩提心 大慈心是菩提心 难落一切众生心 是菩提心 饶意一切众生心 是菩提心 灵明一切众生 是菩提心 无所浙是菩提心 前面讲 广大心是菩提心 今天我们念到无边心 后面还有无垢心 清净心 大臣 试问问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无 我们是不是都居足这些心 菩提心才圆满 有那么一年条 缺了很多 菩提心不足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深深深深深念佛 都没有办法 这一生我们又遇到这个范围 我们的语言很殊胜 能够在这个地方 接触到大方光佛华也 这一部大经 彭基钦之士说 这是大本无量寿经 你看他讲无量寿经 即是中本华严经 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 我们有缘于到大本了 于是经上讲的这些原理原则 我们这才真正能体会到 否则的话 什么叫菩提心 真的搞不清楚 其心论 说了三个 知识心 身心 大本无量寿经 观经里面也说三个 知识心 身心 回向发愿心 这个经讲的好 这个经讲十一个 十一条 讲的这么细 让我们晓得 什么叫菩提心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还要分界心 分来分去 到最后障碍了自己往生 你说这愿不愿吗 所以 我们对一切不同的国家 比如说在佛法讲 不同的祝福插土 那就范围更大了 不同的国家 在我们一国当中 不同的省级 不同的县市 不同的村庄 不同的祖类 不同宗教信仰 以一个平等心对待 以一个真诚心对待 你的菩提心就去做 你就真发菩提心了 这个事情 我们确实要多想想 佛法里面叫参了 要好好地去参救 不是叫你研究 一定要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 真正把它做到 一切实 一切处 对人 对四 对我 我们都是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 但是有一些众生 我们想帮助他 他不接受 那这叫无缘 最佛家常家 佛不度 无缘 都在 不是佛不度 是他拒绝 他不接受 如果说佛不度 那佛还是有边际的 那哪有个无边心 他还是有边际 佛心没有边际 佛度 对方不让你度 也就是我想帮忙 他不接受我帮忙 他拒绝 他排斥 是这么个原因 佛那一定没有过 过在众生的 妄想分别之处 众生都有 这三种烦恼 这三大类障碍 只是 有严重的 有比较轻缓的 这个里头 有差别不同 同样 我们学了佛了 佛里头 还有宗派 彼此修学不同宗派的人 他还对立 我们学进途宗的人 禅宗来传法 我们不学 我们不听他的 密宗来传法 我们不听他的 祖师大德 有没有这样教我们呢 有 那这不就有分别了吗 不就有边际了吗 不是的 祖师大德教 是教促学 为什么呢 促学要一门深处 你才能得受用 为什么 你心专 专就接近定 专精 你就得定 定就开会 是这么个道理 如果你开头学 就学杂了 学得太多了 你破坏你自己的成定 那么换句话说 你就不可能开智慧 把你的雾门堵散了 这是善知识的慈悲善巧啊 到什么时候 发无边心了呢 到破一瓶无名 这一份发神 也就是华音经上讲电 促诸菩萨 完全开放了 不管什么人讲经受法 都喜欢听 佛受法我听 魔受法我也听 到这个时候啊 妖魔鬼怪说的法 全是佛法 这个奇怪了 华音经上就是这样 为什么呢 没有障碍了 无障碍就是佛法 有障碍就不是佛法了 为什么会无障碍呢 离妄想分别执着 不管听什么人讲 全都是佛法 至高无上的妙法 一落在妄想分别执着 诸佛如来给你讲的 都不是佛法 众生跟佛了 差别就在此地 这个差别就是 你无啊 无了就是诸佛如来 你了就是众生 物有前身次第不同 所以华音经里面 佛有四十二种不同 金刚经上讲祝福 那个祝福的意思 是将这四十二个阶级的祝福 在华音经里面 称他都是法身菩萨 大乘法里称他是祝福 只要证得原教粗著的国位 这个人就称佛了 他是真的称佛 不是家的佛 诸位看看江伟农居寺 金刚经讲一 他说得很清楚 天台家将 分镇即佛 他镇到佛的国位 但是他不愿吗 所以佛有四十二种 前面四十一种 我们都叫法身菩萨 最后就近佛苦 这是将物 层次不一样 你层次不一样 它在有舍法界 你得最轻的 舍法界里面的佛法界 你得最重的 是法界里的地域法界 这个把迷雾的层次 这佛方便为我们说出来了 我们要求 人生的目的是在讲 这个有差别也很多 你到这个世界来 你来干什么 你目的何在 我们不学佛 我们的目的都在你里头 学了佛之后 我们的目的方向明朗了 正确了 我们目的就是求救 这增长一分 你 就断掉一分了 这个谜 必定是互相消长的 你要是增长一分 那这就会少一分了 我们今天天天要求觉悟啊 破碧开我 我们的果报 就是利口的路 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 是什么样的身份 过什么样的生活 实在讲 这个是无关 平复归节 只要物料 决定得真快乐 大喜乐 就是贫穷 到极处了 做乞丐了 他也得大喜乐 世间富贵人 比不上他了 富贵人 你 他有苦 富而不落 而这个贫穷人 他觉悟 贫而落 贫而落的典范 孔老夫子的学生 延回 这很好的例子 延回物质生活 很穷苦啊 孔老夫子常常感叹啊 别人过那个生活 那是不堪其忧啊 但是也会觉悟 也会过那么辛苦的生活 不改其乐 天天快乐无比 人生目的真正达到了 如果不知道求觉悟啊 这一生 说老实话 空过了 真正觉悟 圆满的觉悟 那我们遇到大方广 佛华言 这是世间人讲 那真无比的幸运啊 那在佛法讲 那真是无量界的善根佛的音乐 你才遇到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是究竟圆满的法门 从这个法门再回到无量寿经 那什么问题的解决了 这个是无量寿经的详细注解 这不是别人注的 释迦牟尼佛注的 所以我们学了 就要启用 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戒心 必须要把它除掉 决定没有解决 要从心里面把它除掉 但是事实上呢 事实上还是有 那这又怎么讲 事实上有 就是觉悟的人 绝不破坏迷惑颠倒的人 这就叫佛法不坏世间法 佛法是觉悟的人 世间法是还没有觉悟的人 没有觉悟的人 他执着 他有编辑 他有戒心 那我们在这个世间 我们要随顺他 随顺他的分别 随顺他的执着 他怎么分别 我也跟他一样分别 他怎么执着 我也跟他一样执着 这叫不坏世间法 我们跟他相处 他很乐意 如果我们一切都不分别 说 他决定不能接受 所以我们也知道 我们心里面没有分别 没有界限 我们在生活形式上 有分别 有界限 但是你要记住 不是真的有 随顺他们 假的 我们的分别之中是假的 他们那个分别之中 他是真的 这就是 勇家大师回答 六祖能大师的 分别也非议 这个 勇家大师 其如 佛经节 入伏之间 也就是说 菩提心 现前了 所以 能大师 考考他 你还有执着吗 还有分别吗 他回答 分别也非议 如果要问 你还有执着吗 执着也非议 这就对了 恒顺众生 随习 功德 自己 决定 没有承接 你们众生 说什么 都好 只要 没有大的过错 都能随身 那重大的过错 我们要帮助他 要去影响他 要帮助他 要帮助他 回头 这就是 祝福菩萨 实现在世界 他要做的事情 就这一种 学为人私 行为师范 学 永远没有间断 从觉悟那一天 就开始学 学什么呢 做没有觉悟的人的表率 所有一切行为 从自己的私生活 到跟一切大众接触 一切作为 包括起心动力 都是世界人最好的榜样 最好的典范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让众生看 让众生听 让众生接触 慢慢他自己体会 他自己觉悟 他自己回头 这叫教化众生 所以教化了 身教 也言教 还要心教 齐心动念 那是无形的 但是功夫深的人 看得出来 体会到了 身教 也言教 是教中下根心的人 那个异教 是教上上根人 但是 我也不知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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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